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房间就像是凶案现场一样 而饭店得知之后也帮忙叫救护车 也帮他们更换房间 目前这个旅馆将保留这个汤屋的原状 让相关的厂商来调查 也要检验其他汤屋的玻璃门 就怕有类似的状况再发生 整片玻璃碎成一地 大大小小的玻璃碎屑 喷溅到洗手台上 地上还有大片血迹 一路从浴室到卧房 明镜过年到宜兰温泉汤屋泡汤 却遇到恐怖的玻璃爆破事件 泡汤泡到玻璃碎掉 民众吓坏了 脚趾也受伤流血 地上可以看到斑斑血迹 当时陈先生赶紧忍痛 打电话给服务人员求救 但意外到底怎么发生的 他说他当时想要离开浴室 在打开门的那一刻 玻璃突然自爆 最快散落一地 让他浑身是伤 而在浴缸内的妻子 也无法跨过门槛协助 受害者只能忍痛 拖着还在流血的伤口 爬到电话旁 请求柜台人员帮忙 事发就在宜兰郊西的 川湯春天温泉饭店 第一时间服务人员 也赶到现场替客人治疗 客人当下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立即的要请 要带客人去医院 然后客人也没有要就医 所以说我们有地上的医务 向引起帮他立即换房 然后在过年期间的话 我们也真的也不想 大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也这边 也有跟客人做一个 慰问金的动作 事隔一天 这间汤屋依旧维持原状 不过泡汤泡到一半 到底为何玻璃会突然爆裂 是热胀冷缩 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或者是人为因素造成 业者说还得调查 只是过年出游 却在收价前见血 也是让民众吓坏了 华市新闻张正会 刘伟辰 戴子祥已然报道